瑞穗乡公所推动乡内学童阅读风气 结合乡立图书馆在儿童节的前夕 办理儿童绘本导读活动 吸引瑞穗以及午后两校低年级的小朋友 在说故事志工带领下一起阅读精彩的故事绘本 而乡长吴万德也欢迎大家爱上图书馆 探索新知培养阅读的好习惯 明亮书室充满童书的阅读空间里 瑞美以及午后两所小学的小朋友 跟着说故事志工一起到月球探险 三万公里怎么又变小了呢 正确的答案是384400公里 说故事志工以互动问答方式提升小朋友的三预感 更加深对绘本故事内容的了解 进而思考判断 就连陪同的师长也听得津津有味 想不到今天非常幸运 我们午后国小的小朋友 也有机会到瑞瑞香图书馆来参加这个 听故事的活动 小朋友都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乡长 对我们孩子这么的关心 不但送我们儿童节礼物 还让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听故事 人事乡公所推动乡内阅读风气 向课委会争取经费 优化乡立图书馆设施设备 相当重视学校教育的乡长吴万德 这一次借着乡图资源 邀请说故事志工来为学童们导读绘本 从阅读中欢庆儿童节 又举办这个儿童节 儿童会本说故事的一个活动 今天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知道我们图书馆 已经整修得很好了 在这里就所有的小朋友 可以来到我们图书馆玩 又可以来这边读书阅读 是很好的 开卷有意 乡长吴万德也欢迎大家 爱上图书馆 探索新知 培养阅读的好习惯 记者是欲蓝 瑞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